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影视新星 职业道德的坚定守护者 近日 九五后实力演员王一博参加了广电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 向业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 作为一位演技扛靶子 王一博扎实的演技受到了粉丝们的热情支持和赞赏 与王一博共同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杜华 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旗下艺人的发展和形象塑造 这次座谈会的参与 再次彰显了杜华对王一博的重视和用心 这种暖心的陪同举动也进一步体现了艺人管理的专业性和关怀度 作为年轻一代明星的代表 王一博一直是得意双新的形象 他的出席座谈会不仅展现了他在演艺界的优秀表现 更在道德建设方面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粉丝们纷纷表示 王一博实质名归 他的努力和品行值得赞赏 近年来 娱乐圈不乏个别明星艺人私得不休 道德示范的负面事件 因此 加强得意双新的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王一博参加座谈会的行动再次引发了对于娱乐圈风气进化的呼吁 明星们要注重自我修养 为观众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 通过参加座谈会 王一博领悟到了演员应该具备良好的品行和遵纪手法的基本素养 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 他强调了自我觉醒和寻求艺术的至真至善至美 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共鸣 王一博的努力和追求将成为行业内其他演员的榜样 王一博 影视新兴 职业道德的坚定守护者 引人瞩目的青年演员王一博 在广电的会议上引起了轰动 这位备受瞩目的明星 不仅作为年轻的演员代表出席 还以他真挚而恳切的发言 向在场的同行业者分享了他的职业道德心得 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入围作品 由他主演的《长空之王无名》和《热烈三部电影》 也见证了他的演技和影响力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王一博的敬业和职业精神犹如一股清流 让人眼前一亮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 更在职业道德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相比之下 一些同龄演员过于自我 对职业责任视而不见 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了 王一博不同寻常的表演才华 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展望未来 王一博将继续以他的专业和热情 为影视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像王一博一样 坚守职业道德 追求卓越的青年演员 我相信 只有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才能赢得观众的尊重和认可 让我们期待王一博未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同时也期待影视行业涌现出更多像他一样 有着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优秀演员 他们将共同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推动影视行业的繁荣发展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